Hello 大家好 我是Hexe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看盘一下吧 看一下到了Christmas 圣诞老人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惊喜呢 所以这里也不跟大家多说了 我们就直接去看盘吧 首先我们来看Tesla OK 这个是Tesla的图 最新它已经跌到了125块 已经跌破了我之前设的一个地点 OK 这里也可以给大家 这里是一位朋友 他有在邮件 他有问我一下关于课程的东西 说这个图画的对不对 这个是在12月18号 12月19号的时候 因为他问我Tesla的图嘛 我就说我Tesla的 我不知道它画的是哪一个部分 他问我它画的对不对 但是我说 你看如果Tesla的话 如果跟着它画的话 它会跌到130块 这个是在12月19号跟他说的 然后在22号的时候 就直接一根跌破130块了 那么下一个地点呢 我预测的可能就是在85块这区间了 我预测到这个地点 也不是说它就一定会到这个地点 如果它在这里走 然后最后站回上去的话 那么打了一个WD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突破点了 就会变成一个买入点 但是如果在这个形态没有发生之前 我认为它会继续照着跌到来85块这个区间 这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头肩顶 我们可以看去一个星期 就是一根等于一个星期 你这里就可以看到非常清楚 对不对 一个很大的一个头肩顶 所以我们接下来预测就是到85块 然后第二个我们要看的就是Apple Apple呢它这里就跌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线了 也是可以把它放去一个星期来看 这里是一根等于一个星期嘛 那么这一根线就可以画得很清楚 是它的一个趋势线 从这一个星期开始 就已经跌破了它的趋势线了嘛 所以我们放回去填图来看 我认为它第一个低点会达到的 是在115块这区间 如果真的又再跌破的话 那么可能第二波就是到80多块了 但是到这里之前我们先看这个这个第一个低点先 OK我们就看它会不会到116吧 那么如果真的跌到这里了 打出了一个形态 打出了一个W底的形态 或者一个头肩底的形态都好 那么它可能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买点了 所以苹果支撑这每股的一个很重要的公司 都已经跌破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线了 那么我相信接下来跌到明年的可能性是更加大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美元 在美元的方面呢 这个是在之前有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头肩底码 然后这里现在看起来在打着一个底 如果它站回上去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底部了 它就会继续再增值 所以其他的国家的钱币也会贬值的 所以马来西亚的朋友 如果马币继续贬值的话 也不能完全怪增值吧 因为也是一个全国趋势所导致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Amazon Amazon也是一个跌到非常夸张的一个公司 它已经跌到了跟20年3月Covid的时候的最低点 已经是一样的点 一样的位置了 赚到了钱 最后又回到了原本的地方 所以如果有问Amazon会跌到哪里的话 可能下一个低点 就会是78块左右吧 也是非常接近了一个低点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ARKK 这个也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它是我的其中一个会购买的ETF 这里跟大家分享 这个区间就是大多数人参与债的价位 因为这一根爆量 所以这一天是最多人参与债的一天 所以很多资金全部都是卡在这里 而现在已经跌破了这个区间 那么可以说你在这里前面这一段日子 所买的全部人所参与的全部人 都是亏钱的 除非你是在17年之前买 不然你现在都是亏钱的 看到吗 跌到非常非常夸张 所以如果下一个低点的话 最远可能就是到18块左右了 这里就是非常夸张了 如果我们不要预测那么低的话 这里是还没有看出什么形态 来去判断它的低点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大盘 我们可以看到穹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头肩顶了 那么其实它这个就已经走出了 一个很经典的技术图 如果真的是照着这个趋势的话 那么它下跌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什么形态呢 就是它上去 OK 它打了一个头肩顶 然后它跌破了这个很重要的支撑线过后 它就会站上回去 想要突破回这个 但是只要它突破不到这个阻力线 它接下来下跌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OK 这个是道琼 所以为什么S&P500跟纳斯达克 它都没有这个涨势 可是道琼有呢 是因为我认为道琼只有三十件公司嘛 那么美国要做这个板块会比较容易 因为它只要把钱投入这三十件公司 可是如果现在出现了这个形态的话 那么它下跌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是我认为的啦 那么我预测的低点呢 这个会是第一个低点 如果它又再跌破了这个呢 这个就是它的第二个低点 我们先预测两个低点先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纳斯达克 NASDAQ这里也是出现了一个三重顶的 如果它跌下来的话 我预测这个会是它的第一波 如果它真的又再跌破了这个低点 第二波就会到达这里了 再次跟大家强调 它不一定会跌到这里 只是给大家参考而已 所以这个就是大盘的走势吧 所以总结起来 这应该就是圣诞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吧 就是Villian的走势可能不会太好 它用这样的方式来结束2020 最后如果这支影片有给到大家一些些讯息的话 就记得订阅和点赞吧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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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